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从观察来看 我们发现大部份的人都是随便地拆一下 而且调查员探测了一下餐馆提供的热水温度 结果令人非常意外 好了 现在测试一下饭店里面的茶水温度了 这个茶水温度竟然只有60度 用这个温度的水随意冲一下 拆一下是不是真的有杀菌的效果呢 这个不禁令人怀疑 看来大部份街坊一致都认为因为高温可以消动 所以用热水拆碗必然有杀菌的效果 到底用热水绿碗的杀菌效果是怎样的呢 我们怎样才可以正确地消毒餐具呢 到底热水绿这个碗是不是真的有杀菌呢 今天我们用实验来说明一切 这个实验之前 我们会和大家讲一讲个步骤 首先我们会准备一个未处理好的碗 即是没有作任何处理的 已经放在这个空气当中 静止了一段时间了 我们在这个实验之前 一定要做一个检测 就是看看这个碗里面的细菌 原本有多少 检测员表示 由于目前并没有厨房餐具的卫生标准 在检测餐具卫生标准的时候 我们可以参照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的国家标准来分析数据 在这个标准当中 大肠矿菌少于三个 细菌菌落总数 应该少于每平方厘米200个 那这个 我们放置在空气当中三个小的碗 卫生情况到底是怎样呢 通过数据显示 这个洗干净 放置在空气当中 仅仅三个小的细碗 细菌滚落总数 竟然高达每平方厘米6550个 这个意味着 这么细细的碗 竟然有上万个细菌 检测员表示 如果细菌含量一旦超标 就很容易会造成细菌性食物中毒 出现肚痛 呕吐等症状 那热水绿碗 是不是可以将这些碗 密密麻麻的细菌冲洗干净呢 我们继续实验求证 接下来 我这个实验就很简单了 范公已经将这个已经检测过的碗的细菌 总数就已经提了给我了 当然 我今天要准备的工具就是 有一百度的滚水 然后大家见到 我不会无意大家在这个 在我的餐桌上吃饭之前用这些热水碗 这个就当是大家见到的平时的水盆 而另外就有一个碗 刚刚的这个碗 另外这个就是无意的筷子 就非常干净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钳 而接下来 我就会将这个一百度的滚水 放入这个碗里面 然后不断洗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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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到底看一下这个碗里面的细菌总数有没有减少 好 事不宜前 马上开始 在实验之前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锅刚刚煮开的热水 接着来 调查完就用热水冲擦几次这些细菌 平时我们在走路吃饭的时候 可能就会准备准备准备算数 我现在就试试即管准备准备准备 大家在餐前就用热水冲碗的这个情形 接下来 立即交给饭工测试一下 你的碗内的细菌总数到底有多少 那到底这个经过热水六个的碗 细菌量会不会减少呢 我们还是正待检测结果 很快饭工程师就被我们送来了检测结果 检测显示 这个细碗在未做任何处理的时候 细菌菌总数为每平方尼米6550角 而用了热水六个之后 细菌菌总数还是每平方尼米4715角 虽然细菌总数是有减少 但是效果就非常微氧 这个碗的细菌总量还是严重超标 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 热水六碗没有什么太大的细菌效果呢 我们邀请了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营养学教授朱老师 为我们进行一个专业的解冻 单纯从这样一个快速的冲刷来讲 单纯从它杀菌效果来讲 应该还是有限的 我是这么认为 而且觉得在碗筷里边 其实在我们平时日常生活里边 我们的空气啊 然后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物品 其实都是有细菌的 所以只要这个碗筷里边的细菌呢 它主要不是致病菌 不是那种致病菌的话呢 你说它的危害有多大 也很难去评估 如果是有致病菌的话 这个短时间快速的一个算 它的杀菌效果也是很有限的 专家告诉我们 热水绿碗的杀菌效果 除了和水的温度有关之外 还有温度持续的时间有关 用热水来冲洗碗块 热水的温度在碗块上面停留的时间过短 不可以充分地杀死碗块上面的细菌 可能只可以杀死极小粮的微生纹 所以用100度的开水冲洗碗块的效果并不理想 另外某些细菌对高温有更强的抵抗力 例如碳醉牙泡、纳氧牙泡等等 因此吃饭之前用开水绿碗 因为作用的温度和作用的时间不足 只能够杀死极小数的微生纹 并不可以保证杀死大多数致病性的微生纹 看来用这个热水绿碗的杀菌效果 其实非常一般 因为大家在这个餐馆吃饭的时候 餐馆所提供的热水 其实都不足100度 所以根本没有这个杀菌的效果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除了用热水绿碗的杀菌之外 大家有没有平时在这个餐馆里面 发现一些有更加严谨的人呢 他们会用一个大碗 装着这个热水 然后浸泡碗块 那这个浸泡方法 到底有没有杀菌的作用呢 热水绿碗的时间太短 没有杀菌效果 那怎么办呢 经过走访不同的餐馆 我们发现60%的顾客 会要餐馆提供热水来拦碗的 原因就是他们认为 泡碗的时间比绿碗的时间长 这样会更具有杀菌效果 那热水泡碗 是不是真的可以有效杀菌呢 如果有 这个杀菌力又有多强 接着用来 我们用实验 告诉你 首先我要准备的就是 当然是100度的热水 然后有一只 没处理过 已经静止在空气当中 3个小时的碗 即是没洗过的碗 还有一个铅 英国烧毒的铅 非常干净 还有这个大碗 也是英国烧毒的 我现在就会把小碗浸在大碗里面 用100度的热水浸泡它10分钟 看看它杀毒的效果到底是怎样 在做实验之前 我们将这个没清理过的碗 即是已经静止了空气3个小时的碗 就算去检测一下 这个细分总数到底是多少 小卫石继续交给犯工 同样在做热水浸泡实验之前 我们邀请了微生物检测工程师范公 帮我们检测一下 这个放置在空气当中3个小时的碗 究竟卫生状况是怎样 好了 30分钟过去了 说这么快这碗就回到我手上了 原封不度量大 依然都没清洗过 接下来立即用我这个浸泡技术 浸它10分钟 看看消毒的效果是怎样 小卫石 立即做 在实验之前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锅刚刚滴开的热水 还有一个消毒好的大碗 接下来 调查员将已经检测过的小碗浸泡在热水上 然后再将热水倒入大碗 好 经过10分钟之后 现在立即将这碗拿出来 拿去给犯工检测一下 到底这个碗浸泡之后 干不干净 非常之期待 你先试一下 接它上来 经过10分钟的浸泡 这个碗已经变得兴合合 在这样的高温之下 这个碗是不是已经杀菌干净了 我们还是正待检测结果 很快 饭工程师给我们送来了检测结果 检测显示 这个小碗在未做任何处理的时候 细菌滚落总数为每平方尼米8-190g 而用热水烫过之后 细菌滚落总数还有每平方尼米4715g 从数据来看 这个热水浸泡碗的消毒效果 比热水烫碗好非常之多 但这个细菌还是未完全清理干净 那是不是因为热水浸泡的时间太短 导致这样的结果呢 如果要完全杀干净碗的细菌 又要用几长时间来浸泡 经过刚才10分钟的浸泡实验之后 可以见到其实细菌数量的确有所减少 也有少许效果 但是就不是很显著的 也都证明了 这个浸泡的消毒这个方法 好似得得的 但是为了证明更得 或者是否真的好用 我们来做另一个实验 就是浸泡多10分钟 总共20分钟和30分钟这两个时间 在一看浸泡时间越长 剩菌的效果越好 好了首先我今天先准备了 就是一个大碗继续准备了大碗 然后两个细碗 当然了也都没处理过 静止空气当中三个钟头 然后我都会准备了一个钳 然后浸泡完之后 会拿出来捏它 然后我们会准备100度的滚水 然后进来这个浸泡 在这个实验之前 我们就要将两个碗 送给范工检测一下 这个未处理之前的细菌总数是多少 事不宜迟立即将两个碗交给范工 刚才用热水泡碗10分钟 细菌去除了50分 那还用热水浸泡再长一段时间 会不会将这些碗里面 密密麻麻的细菌全部泡干净呢 我们性无二代 第一个时间已经浸泡了20分钟 首先将其中一个碗拿出来 好了 拿了碗出来 感觉现在的温度 其实就不太热 而且是有点热的 而且是有点热的 相比这10分钟 是热的 大家都知道 被热热到手的感觉是非常疼的 但是这个摸下去 是轻轻的 而且是上了手 是可以不需要 立即松手的 感觉上是比较舒服的 我马上试不疑之后 马上送给范工检测一下 细菌总数 经过20分钟的浸泡 水的温度已经降低了很多 那碗里面的细菌 是不是完全清理干净呢 很快的工程师 就给我们送来了检测结果 检测检测 这个细菌在未做任何处理的时候 细菌菌落总数为 每平方尼米 5770克 而用了热水泡过之后 细菌落总数为 每平方尼米 1045克 从数据来看 热水浸泡的碗20分钟 细菌好除了80%左右 但是这个细菌 也都并未完全清理干净 那这个餐具在热水里面 再浸泡多10分钟 剩下的细菌 是不是可以全部散灭呢 其实大家看到 我已经可以戴着手套 淘手在水里面 拿回这个碗上来 知道其实水温 就已经慢慢降低到 是令人可以接受的 这个适当的范围 大家洗澡都知道的了 测水的时候 是什么水温 大家才会去洗澡 那就是那个水温 大家在心目当中 都会感受到和感受到的 好 这个时间 我将这个碗 拿去给饭工 去检测一下 它的细菌总数到多少 看来这个热水 经过30分钟之后 水已经恢复了常温了 那碗里面 会不会还残留细菌呢 我们还是等专业的检测 用专业的检测 告诉我们 好快 我们等到了检测结果 数据显线 热水浸泡30分钟之后 这碗的细菌 果然完全清理干净了 一个细菌都没有了 肯定要到70度以上的话 时间长一点会好一点 当然到了开水的话 就是时间温度低一点 那么那个浸泡的时间长一点 那如果是温度高一点 那可以时间短一点 那肯定是比冲刷的效果都会好 在相同的时间内 营养专家提醒观众 高温消毒要真正达到效果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个就是作用的温度 另外一个就是作用的时间 长度传播性质定的微生物种类很多 经常引起急性复射的细菌 有致病性的大腸肝菌 三门氏菌 脂荷氏菌 霍连糊菌 腊药牙包干菌等等 这些细菌大多数都要经过 100度的高温作用10分钟 或者80度加热20分钟才可以死亡 加热温度如果是56度 加热30分钟之后 这些细菌仍然可以传活感 所以如果外出就餐 怕卫生不干净 我们要尽量用100度的水温 浸泡餐具10到30分钟 不要只是用热水浪浪浪 在外出就餐的时候 我觉得最关注的吧 选择一些卫生条件比较好 然后呢 他那个知智啊 这些有保证的这些餐厅去就餐 那如果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 比如说在一些旅游区啊 或者是那个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 那也只能够是通过用热水来 泡一泡这个餐具 作为一种保证 所以调查到这里 我们都知道了 如果我们在这个外出就餐的时候 担心这个餐具不干净的话呢 可以用100度的热水去浸泡一下 除此之外 专家还提醒各位观众 可以用这个消毒的棉纸去抹一次餐具 这个消毒的效果也都相当之不错的 那么当然了 在这个外出就餐的时候 餐具干不干净 就不由我们控制的 但是自家的碗块呢 我们可以自己去控制的嘛 那不知道你们的清晰的方法 又干不干净呢 我们立刻去调查一下 在家就餐 很多人都很害怕一件事 就是洗碗 吃过的碗 整碗都是油漬 而且面对着一堆的污足碗 你是怎样处理的呢 很多时候在家吃饭 也都会出现长度感染 可能就是洗碗这个环节出了问题 那平时大家洗碗的方法 到底对不对呢 对于这个洗碗方法 我相信很多街坊 都有不同自己的一套方法 那不知道正不正确呢 还有洗得干不干净呢 今天我们就来到这个不同的街坊 先去调查一下他们的洗碗方法 然后再拿一个他们的碗 去做这个检测 首先来到第一户的人格 我先敲一下门 你好 我是生活调查团的麗津 那我想呢 今天过来就是想 拿你家的碗来试一试 拿去检测 看你平时洗碗不干净 能不能进来一下 谢谢 小姐你个人先 我姓郭 郭小姐那请问你家里的厨房在哪 在这边 你好 郭小姐 你刚刚也在洗碗吗 吃完那个东西吗 对我刚吃完早餐 有什么事 那我想问一下 你现在家里是什么事 郭小姐是个很勤力的人 一般吃完饭之后 他们会马上洗擦吃过的餐具 洗碗之后 他们会放在大盘里凉干 下次就餐直接使用 而另一位街坊曾小姐的洗碗方式差不多 不过她把碗放在客镜里凉干 最后一位街坊高先生 是个宅男 平时吃完饭之后 不喜欢马上洗碗 而是用水和洗热精浸一浸 再进行清洗 这三位街坊的家里 清洗和储存碗的方式都不一样 那哪个家里的餐具 卫生情况是最好的呢 到底街坊所用的洗碗的方法 到底干不干净呢 今天来到检测中心 用专业的方法 找我们范工和我们检测一下 我手上拿着这三只碗的 在街坊 随机抽一样 拿回这三只碗 看看用了不同方法去清洗之后 它们的细菌到底还有没有 事不宜时 立刻去检测一下 方公您好 今天我拿三个玩具 教你帮我们检测一下 它们最喜欢的方式 看这么干净的细菌有多少 好 拿回来 好 经我检测显示 从三位街坊家取样的碗 残留的细菌能量都不多 分别是每同方的0米70个 64个和21个 生活调查团提醒观众 正确的洗碗方法是 先用洗滴剂 将碗内外的油漬清洗它 然后再用流动水冲洗 洗完之后再用100度的开水 将碗绿一绿 这样一来 残存在碗周围的有毒细菌 才不会对我们的长度系统 和消化系统产生危险 而且营养专家强调 生熟性物应该分两套不同的餐具 这样才可以有效地 倒绝致病性细菌的感染 如果洗碗不正确 都会残留细菌 那我卫生专家提醒各位观众 若然洗碗之后 如果你消毒的方法都不正确 依然这个碗块上面 都会残留细菌 不知道各位街坊在家的时候 这个洗碗 你们洗完碗之后 又怎样去消毒这个碗块 先清洗了 再放在消毒柜里面 用开水 用开水去煮 煮大概10分钟吧 除了消毒柜之外 我们发现大部分街坊都会用热水煮碗 来消毒 而有些人就用白酒代替 那到底这两种方式的煞滚效果是怎样呢 经过了这个街坊和这个调查之后 终于知道 其实在这个家庭里面 很多的家庭主婦 或者很多街坊都会用的消毒方法 就是用 分别是用水煮滚了之后 然后把碗放下去煮 煮10分钟的时间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用这个酒精 就是我们平时的白酒 就用这个消毒 看看这两种方法 去进行这个消毒到底有没有效 那我们马上去试一试 实验之前 我们会把这个碗送给阿范工 继续检测一下 我们实验之前 它的细菌的总数到底是多少 这一次的实验 我们用的是从街坊的家庭取权的两个碗 它们分别含有细菌为每平方尼米70克 用64杆 那经过热水煮沸和白酒测试 这个碗里面的细菌 可不可以消灭干净呢 那事不宜之间 立即就进行这个实验 我们先把这个碗 第一个碗放入这个滚水里面 煮滚它 一边煮 煮10分钟 看看细菌的总数有没有减少 首先这个时间关系 已经把水煮滚了 大家已经看到 其实水已经在泡泡 看到其实已经煮滚了 现在把碗放进去 我趁着这个碗在煮的时候 做另一个实验 放些10分钟的时间 做人第二个实验 就是用白酒去清洗这个碗 到底看一下这个细菌 有没有被撒干净 我已经准备了这个白酒了 这个时间了 我看到我擦了净 我身上真的抹得七七八八 我感觉上都比较干净 和黏黏黏了 对了 对了 一看一看 知道平时做家务 那事不宜之后 立即拿去办公那里 就检测一下这个洗 噴中数到有多少 好 在用白酒仔细测试之后 调查完先将这个清洁后的碗 等检测完检测其正余的细菌量 而接作力 我们继续要另外一个碗 继续在锅里面煮一段时间 好 这个时间了 就已经看到了 这个水已经煮滚了 那碗 也都在这个水里面 就煮滚了一段时间 差不多十分钟了 那这个时间了 将这个碗拿出来 送去办公检测一下 到底这个用水煮 即是水煮肉 牛肉 水煮鱼 水煮碗 到底这个方法 行不行 消毒效果如何 立即拿出来送去办公检测 经过十分钟的煮 这个碗已经变得很辣手了 那在这样的高温之下 这个碗 是不是可以已经是细菌干净的呢 我们还是用检测数据 来告诉我们真相 检测显示 经过白酒消毒的碗 还剩下细菌20个 而用热水煮沸10分钟的碗 细菌全部消灭 所以从这场消毒PK大战来看 热水煮沸消毒的效果是更加好的 那肯定是用热水煮一下的效果是挺好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说 用白酒还是用那个什么 因为本身我们每天生活的环境就有大量的细菌 那么所有的餐具的消毒 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在意 如果这个餐具有致病菌的话 它对人体的损害是比较大的 那如果它不是一些没有特别的致病菌 我觉得就像一个星期能够在家里用热水去煮一煮 足够了 生活调查团提醒观众 日常生活如果采用煮沸 想要做到真正的消毒 一定要注意煮沸的干净 避免交叉感染 而且多煮一阵 大概煮沸10-15分钟再留起 这样的细菌就可以被杀死 而家庭如果使用专门的消毒碗柜 就要对消毒碗柜进行定期的清建 另外筷子和碗等等有明显的磨损的时候 要尽快更换新的碗柜 避免破损导致細菌滋生到碗柜的内部 夏天到了 細菌容易滋生 正所谓病从口入 所以各位在夏天的时候 记得清洁碗柜的时候 消毒干净 和用正确方式去清洁 这样才是最好的 好了 我们今期节目就这么多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生活调查团 在上面获取更多生活上的小知识 我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